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品观点的观点大人物 我是主持人张介凡 而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呢 则是国内相当有名的肾脏科医生 洪永祥 洪医生 嗨 医生你好 大家好 我是洪永祥医师 那为什么要请到洪医师肾脏科医生 来跟我们聊一聊 是因为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新闻 说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 当然首当其重是攻击肺部 可能很多人肺部纤维花等等很严重 但好像说心脏 搞完甚至其他的器官也有可能会中标 医生根据你的观察 这可能性有吗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认识这次 这次是一个全新的病毒 那我们当然就以他的进入人体的那些基转 去研究可能哪一些器官会受到攻击 真正的死亡的案例 我们去解剖 然后发现说到底是攻击哪个器官 但肺部一定是第一个攻击的 然后第二个他们发现也会产生心脏心肌炎 重症会产生心肌炎 那当然还有一些少部分攻击肾脏 他肾脏有些会65%会出现轻微蛋白尿 那还有一些会攻击你的那个生子线 不过那个都是少数 还有一些 有一些症状是以拉肚子表现 所以他们讲说 会不会有愤口传染 因为他是攻击你常年膜的细胞 那日本最近有一个案例 让大家比较担心的是 他产生一个中枢神经的攻击 可能会产生一些脑膜炎 脑膜脑炎这一类的 当然最危险的就是一些生命器官的衰竭 什么是生命器官 我们的肺部 我们的心脏 我们的大脑 那当然很多生命器官衰竭 接下来就是肾衰竭 所以很多你看家户病房的病人 一开始可能呼吸衰竭收进去 接着小便就坏 就没办法 就要开始洗肾 好医生刚刚我们特别提到 就是洗肾的部分 现在大家都呼吁 我们尽可能不要去进出医院 小便也就是诊所看就好 也不要去探病 但是洗肾的病患 有的甚至比较频繁的 一个星期等要去个两三次以上的 对不对 那他必须要去 那在这个部分 有没有什么样的保护措施 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们在想说 谁的 这次新冠肺炎 其实感染到年轻人 我们后来发现 其实还有很多都是轻症的 但是重症的大部分都是在 老年人 中老年人 那尤其是65岁以上的 或是慢性病的病患 要特别小心 台湾现在就8万多人在洗肾 有一半的病人是在大医院洗肾的 其实我一直希望是说 医院是做一些重症治疗 我们现在不是在做那个 分层分级医疗吗 那我当然是希望说 你先重症在医院洗 你今天假设是 已经变成常规了 他一个礼拜要洗三次 应该回归社区 他们应该是 去洗肾的时候 应该是去一个比较 社区型会比较 细菌啊 病毒素一定是比较少 比较单纯嘛 那当然洗肾病患要自己保护自己 就是记得当然除了洗手之外 就要戴口罩了 那政府其实在这块 其实我们的 那个卫福部做得非常好 他们发现 一定要堵住这个破口 因为他们只要一感染的话 死亡率是很高的 那他们买得到口罩吗 如果说依照 之前我们只能买三 怕不够 所以他现在是 其实卫福部有给所有的洗肾 洗肾病人 只要凭健保卡 每一次洗肾都可以领一片 这个算是我们政府有考虑到 洗肾病人的防疫这一块 对我们的口罩这个政策 真的是领先全球非常多 那当然最近的天气医生 就是昨天很热 我真的热到穿暖的时候 今天早上突然又变很冷 那因为在春天的一个情况底下 反反复复的 那如果随着这个 逐渐的春天夏天气温升高 您判断评估 这个新冠病毒会不会 因为天气比较热 稍微减低一点 然后但是到冬天的时候 他又跑出来 到底接下来早速会是怎么样 这个答案 那个世界卫生组织 其实在几天前有跟我们讲的 如果你抱着春暖花开 病毒活性就会降低 不要千万不要怀抱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他说目前并没有任何的 那些征兆或证据告诉我们 这次病毒会被气温给打败 意大利还有法国 听说什么在那边好像戴口罩 反而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就是你戴了会被大家撤那种感觉 那在台湾是不戴会被人家撤 这是意大利其实是很奇怪的国家 那时候在有个议员 他去巡视三个议区 结果到了那个议员的时候 他戴口罩 大家把他视为议类 然后一样就是很多华人在意大利 他们真的不敢戴口罩 他们一戴口罩的话就 你应该隔离的 你怎么在这边 意大利我真的是蛮担心的 意大利那法国呢 德国呢 其实我们应该说好欧美的人士 为什么欧美这次的疫情 其实我们陈时中部长来讲第二波 就是第一波是我们这个从中国转过来 那我们现在第二波可能要 每一年有那么多的欧美人士会来台湾 那我们现在这一波疫情是不是能挡得住 那欧美我刚刚讲除了民族性比较乐天浪漫 然后卫生习惯也不是那么好 他们起手的概念戴口都不像 我们讲亚洲民族这么强 那另外一个是他们的肢体接触的确比较多 他们打招呼可能会 要抱抱要亲亲 那另外一个他们是一个崇尚那个自由人权的国家 当他们要实施很多的那些封城 比如说台湾有限制医护人员出国 比如说意大利他们现在就封城了 那第一个就很多议员跳出来 这个有没有宪法的根据 这个是不是剥夺我们的人权 就开始骂来骂去 好那真的是真实公告的这个法令 人民真的会去守法这件事情吗 你要想人民真的会守法吗 那守法的比例有多少 我看他们在戴口罩 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鼻子真的很长 他们每次都戴在这边 那我也觉得也是很奇怪 所以我就觉得你以那个 那加上他们的其实在像意大利 意大利大家看过一部电影叫教父 教父就是意大利那个 他们的家族性是很强的 他们常常家族聚会 家族一起跳舞 你要他们那个分隔 分每一个人都保持距离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 所以某些程度在亚洲国家 就是大家有一些距离 现在反而看起来是已经有帮助的事情 我们真的是 这叫民族性的不一样 民族性不一样 所以我们其实蛮担心欧美 一旦是那种疫情爆发常不可收拾 那疫情爆发 你不要看其实下一个就是法国跟西班牙 西班牙现在死亡病例28个 法国25个 那你就想20几个 确诊 我为什么都不太看确诊 因为每个国家他的筛检的量能跟面对这个疾病的积极度 在早期都不一样 韩国是最积极的 所以他们确诊能数一下子出来 可是你会发现那个 所以你要早期盖不住的就是死亡 所以你看那几个死亡病例来到20几个 那个下一波都是准备要爆发 现在大概除了我刚才讲除了就是法国要小心 西班牙也要小心 美国 美国也2526个死亡了 他们的确诊才500 因为美国的那个筛检的动作之慢的 这让我非常压疑 美国我觉得他们的病毒实验室 是有那个能力在快速做一些那个PCR筛检 可是他们的筛检怎么会到现在才确诊500多的 这是一个 我是觉得政府有刻意去延缓那个筛检 所以接下来 其实我们还是呼吁官人朋友戴口罩 亲洗手 注意个人卫生吃饭 尽可能最近就别出国了 对 台湾相对安全啦 我觉得在那个乱世用重点 政府我是支持政府要用比较严格的标准去度过这一刻 我希望是赶快恢复平静的生活 我们宁愿忍一忍 就是说在这段时间我们不要出国 我想国人是非常喜欢旅行的 那这件事情 但我觉得旅行 我们旅行可以 我们大甲妈祖都可以delay了 我们当然旅行是可以delay的 很多事情 比如说我4月份还接到一堆的演讲 我就跟他讲4月份你要在这时候办演讲 这个演讲有这么样的重要吗 我们讲就叫群聚吗 今天很多时候 其实在我们讲说我们要牺牲个人 或者牺牲这一阶段 那赶快度过这个期间 那时候再去旅行 这样才能够玩得安心 对不对 然后也就是现在一些群聚的活动 也建议大家 能缓就缓 能缓就缓 今天谢谢宏永祥医生 宏永祥好会讲 而且他提供给我们好多资讯 包括口罩 包括一些其他的症状等等的 今天谢谢宏医生 来到我们的观点大人物 我们下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